虽然老师你现在也许还没有专业专业版或者是教育Pro版 只要你有升级成教育Pro版之后 你可以建立多个班级 预设是进去的时候会建一个 但是怎么样才能够建立更多的 一样这里会有教学文章 您进到这里来 这个你看我有好几个 怎么去建立呢? 请找右上角 有没有齿轮? 就在这边 按下去 找到我们的左手边 这里有一个叫做 付费级团队 有看到建立班级的吗? 对不对? 你就可以自己建立一个班级 既然有了班级要怎么样? 要找学生啊 所以要不要给他们一个连结? 要 所以我们就可以来这里 你看 如果你已经有了你可以找到你的 使用者们 应该是群组吧 使用者们 你可以找到右手边 有没有邀请其他人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取得这个连结 那就跟今天 大家一开始一样 只要他们有了帐号 点开这个连结 是不是就开始吧? 对不对 最主要就是说 同学加入老师这边之后 他就拥有跟老师一样的超能力 所有Pro版的功能 版本 素材 都可以用 那也有100G的空间 好 那有了这些 可是呢 你们刚刚做好的简报 上面跟我这里是不一样 叫做传送给教师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他按下传送给教师 他可以选择我要送给哪一个老师 选哪 不然 大家的 先按一下好了 你把他按下传送给教师 那我来跟各位讲 你在哪里去看到同学的内容 好你看喔 只要你建立好班级之后 这边就会多了一个 就多了一个 你切到那个班级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里有两个选项 有没有一个 叫做课堂作业 一个是你自己 专属于这个班级的简报 或者设计 或者设计 我们只要进到 课堂作业 没有人教 老师你要当学生一下 你自己送上来 按下这里 传送给教师 老师 老师 承送给教师 有看到老师 林老师的 有没有 我这边就看到他的 那我点下去 是不是就可以看了 好 那我如果要审查 因为他送过来 我要跟他 check 所以我就可以按 审查 我就会把他的简报打开 好 你看 你有没有发现 这位老师现在也在线上 右上角这里 有没有 右上角这里 他也在线上 所以我请 那位老师 你来点一下 这张图 其实他现在在这里 你点这个图 你看看 我点这里 来你点这张图 林老师有在这里吗 你点到 你怎么跟我点一样的 这样有没有看到 他点到哪里了 就是我们两个 如果他同时在线上 我们就可以 及时的编辑 所以你看 我如果把这个打 拿掉 往外推 他的画面也会跟我一样 这样清楚了 所以这个就是协作的功能 那么 如果你觉得 都弄好了 或者你 你也可以自己帮他加一些元素进来 反正你们加两个是共编就对了 好 我帮他加个 这样子的 内容进来 好 那我就按审查 这里 你可以给他一些回馈的意见 加个爱亲更好 有没有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按下提供意见回馈 按下去 那我就把他丢回去给他 他那边就会看到 老师有回馈这个讯息给他 如果你觉得做得很好已经过关了 你就按下 返回 这个是文字 他的讯息可以最多打1500字 应该我们 现在 不会讲太多 对不对 大概不会讲太多啦 所以你可以像这样这个 把他 讯息回馈回去 那 这边呢 这里 同学那边也会看到他的 档案 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 在这个地方 就会显示 这样你了解 那以后呢 其实他可以再交上来 就是继续传送给老师 那我又可以在这边继续改 那审查意见会存下来 对对对 会存下来 没有错没有错 所以那个 审查意见的内容 就是会留着 那我们就可以进去里面看 这样子 你看 我记得在后面有 他 进去编辑的时候会看到 那老师这里会收到通知 有没有看到其他人送上来了 虽然我这里还没有出现 因为他 暂存 又一个 是不是送上来了 这样 老师了解 所以我这个学习 我就是利用这个方式 我就跟同学做很多的 这样的互动 我觉得 还蛮方便的 虽然用 Houthtown简报 或者是微软的那个 或者我们Google简报 也可以做到类似的 但是这样的效果 更及时 而且 他有那么多的服务 有那么多的设计功能 的时候 同学 不用为了找这些素材 去花那么多 这个时间 什么 什么 哦 你们如果按下传送给老师 老师这一端的课堂作业 就会看到 那 同学送上来的时候 你传送给老师 他也会告诉你 你可以做什么留言 好 这样 OK 那么 那我们坑马就不完 因为还剩 20分钟而已 好 好